练拳不练弓,到老一场空 在练义太义卷之前,我们应该先去做什么? 站桩和禅思宫是首选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站桩 接下来我们从脚下开始讲 大家要做好笔记 方便我们下来练弓的时候去学习模仿 首先,力正站好 屈膝松胯 提左膝 开步 移重心 两脚与肩同宽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与肩同宽到底是多宽 我给大家一个测量的办法 很容易掌握 我们在两脚并住以后 用脚去测量 一步 两步 第二步的时候呢 取半脚距离 那么这个宽度 就是一个标准的站桩的宽度 肩宽距离 第二步 膝盖外蓬 那么膝盖外蓬 应该蓬够多少 才算蓬开呢 答案就是 膝盖和脚踝竖直上下 一条线 这个状态 膝盖蓬的就够了 第三步 胯如何打开 其实打开胯 其实打开胯很容易 只要我们有意识地让胯根 微微向外拉开 这样我们的胯就圆了 那么胯根打开的同时 膝盖会有向外 疼的感觉 就是脚的内侧 有点外裂 此时 我们需要让胯根位置 向里 轻轻下沉 这样 我们的膝盖和脚 就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了 下来我们继续 第四步 围律 围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是往前犯 还是向下脸呢 其实 围律一定要保持在一个最正常 最自然的状态 不能向上犯 也不能向下脸 而是自然放松 向下沉 沉下来 我们会发现 背部和臀部 其实是在一个平面 而不是 踏腰或是挺胯 这样都是不对的 第五步 腰部 在站桩时 腰部一定不能用力 腰部过度的用力 会造成我们腰肌劳损 腰部要膨胀 同时 围律要下沉 这样 我们就做到了命能外撑 第六步 胸腔 胸腔位置 大家一定要控制好 时刻让胸腔 放松 放空 一旦胸腔紧绷 我们就会横气填胸 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 而且对身体 还是有害的 要想把胸腔放松 唯一的办法 就是松我们的弹中穴 只有松了弹中穴 胸腔才能放松 这一步和上一步 是相辅相成的 下来 手臂应该怎么做 两手由外侧打开以后 身前抱圆 很多圈都会问 抱圆的高度 要抱多高呢 两手换圆的高度 是在松肩坠肘的前提下 掌心正对胸口 这个高度就正好 抱好以后 两手之间的间距有多宽 正确答案是 两手之间一拳距离 千万不要封住中穴 站桩时 两手的拇指是上翘呢 还是放松呢 在站桩过程中 两手拇指一定不能上翘 一定是自然放松的状态 两手手臂要蓬圆 要的是周身的一个棚劲 并不是两手拇指的一个棚劲 下一步 舌尖抵住上额 抵在什么位置呢 抵在我们的牙根上 在我们脸部放松以后 眼睛微闭 这个眼睛微闭是完全闭合呢 还是要留一点点缝隙出来 其实站桩时 眼睛不是完全闭合的 是有一个微微的眼缝出来 最后一步就是百慧学 百慧学要轻轻地向上提起 在我们提百慧的同时 身体要向下沉 形成一个上下对拉近力 那么在打拳之前 我们站桩应该站多长时间呢 我的建议是十分钟以上 超过十分钟 我们的身体肌肉都会放松了 筋膜都会打通 那么再往下进行练拳的时候 心情会非常的舒畅 练拳长功会特别快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我没有任务感 你不用怕我 你不用怕我 感谢观看